大家好, 今日又是茶餘饭后 大家应该都吃完饭或是在吃饭 今天是第二辑最精明大湾区 今天就请来我的拍档 就是这个是超超公主 Hello 超超公主就是柬埔寨中国文化友好协会的创办人 对柬埔寨一带一路那边就更加认识 我今天就拔过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带一路就我们面对的机遇 而也是这样说 也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来说 全球经济增长态慢 而经济的彩虹在亚洲 亚洲来说, 昨天也看了这幅图 亚洲的增长深绿色有8.8倍 其中一个地方 你见到我们在下面这个地区 有柬埔寨和越南和中国 形成了一个很强劲的经济圈 所以来说, 未来三五年之后 就要走一带路 我们先行先试 超超已经是他的家族 二十多年前 已经生根柬埔寨 另至柬埔寨那边 我们今天邀请去 看看最新的柬埔寨发展 又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这样的情况 OK Wanna, 谢谢你邀请我上来你的节目 昨天我见到 虽然是第一集 很多粉丝支持我 多谢 做得不错 你和你的partner John 多谢 大家一起努力 多谢你邀请我上来第二集 说一下柬埔寨 没错 我自己家族的原因 二十多年前 我们要投资柬埔寨 来计算柬埔寨 一带一路来说 是非常之重要 大家看到柬埔寨 一带一路 可以说是一个中心点的位置 其实柬埔寨的沿海线 马六甲的沿海 都是非常之重要 其实柬埔寨来计算 很多人可能的印象 会不会都很落后 还在问会不会打仗 有没有地雷 不过去年开始 都少人问了这些问题 因为大家可能 近一两年 香港的朋友 即港澳同胞 开始留意多了柬埔寨 但原来柬埔寨 基本上它是和平了二十多年 其实它是七十年代 美八十年代去和平的 你计算 由第一层资金 例如美国、台湾、韩国 都是资金进入了 近年国家推一带一路 其实在这六七年 中国的资金 都大量涌入柬埔寨 做一些路桥基建 大家看到柬埔寨的改变 就是基于它在1998年 进入了东盟之后 东盟对它有很多扶持 例如一些优惠关税 或者一些补贴 开始对柬埔寨有改变 而柬埔寨近些二十年 GDP增长都非常惊吓 虽然我们没有图片在 其实以我找到的数字 柬埔寨的GDP增长 是持续六年7.7以上 很厉害 在东南亚的卡来说 就跑赢了 大家看到在2018年 泰国的GDP都是4 而越南也是5 老窩就好些 可能是7 柬埔寨持续有7.3以上的增长 而缅甸也是6 菲律宾是5.3的GDP增长 其实我们都是 我自己都是在一带一路 我自己觉得投资首选 如果在东南亚来说 我自己是在柬埔寨首选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因为我家族 因为在那边有投资 我说他好 纯粹是一个客观的角度 我们看回政策上 其实他国策上 他是一个较为亲中的国家 战略上和地理上有什么优势 战略上 大家都是看现在 刚才Wonald的图 看到中国2025年 看到他的GDP增长都是高 中国来计 他和柬埔寨是非常友好 如果在战略上 我觉得因为他都是较为亲中 我自己都是觉得是看好 一带一路 一带来说是一个带一带海路 你见到如果中国出去 我们向西面的话 沿着海路 它是柬埔寨的海域 所以其实很多大的财团 都近这六七年都在柬埔寨 拿很多地 而且尤其是沿海的地 都非常珍贵 几乎都是群雄割据 可以说 如果在柬埔寨 它主要的经济圈都在金边 其次就是西港 我自己都是觉得西港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 因为西港是有石油 也有很漂亮的沿海线 我觉得如果是投资者 其实西港都是一个很值得去看的地方 我知道柬埔寨其实沿海线都很小 是 是 如果柬埔寨佔了它的 就是说我们叫做边皮 边线来说 其实你见到是很小的地方 所以来说 我见到西港 为什么呢 很多中国的企业 其实也是在那边 就是叫做长租的草地 是 好像租了很多年 好像是中国公司在那边租了 其实中国近这几年 都在西港和柬埔寨都拿了很多土地 甚至有些已经去到 就是当我们香港还在想 会不会打仗 是不是很乱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一些大财团 或者环球基金 已经在那边 分分钟是部署了 都不是近这一两年的事 其实他们拿了很多土地 大量的土地储备 甚至有些已经去到说要戒地 就是说戒开它 小块小块地卖 洪森也说了 现在未来柬埔寨卖地 就不可以断公庆地卖 一定要断平方地卖 那么你看到 其实洪森对于柬埔寨的发展 是非常之有信心 他也说要打造西港 要超越新加坡 当然这个就是 我们都是期望 都希望可以见到 大家看到 为什么这么多环球资金 进入柬埔寨呢 因为柬埔寨 它是这个 跟香港一样 是没有外汇管制的 那么变成了资金非常自由出入 而它的关税 亦都是非常之有优惠政策 那么 来计呢 我觉得是做贸易 或者是做地产 都是ok的 那么 诶 阿罗先生 正在做节目 我帮你 是啊 停一停 那些客户 即是 叫到来的时候 靠一靠机 好 那我自己呢 你问我 有没有在柬埔寨 譬如 罗珊 做地产界 那我 其实买楼 买地 我自己都是看好的 但是我又自己这样看 如果是 一些有实力的投资者 我建议 就算是小小的 其实可以增持一些土地 因为它面粉价 还是低的 因为你看到 刚才所说的 它的GDP增长 持续六年 都是七点多 是啊 最高的 而很多的 一些 一些环球的 一些投资基金 他们看 虽然现在经济放缓 但是柬埔寨 它仍然可以 继续看到 有一个上升的轨迹 那来计 我们都是 继续看好的 那我觉得 如果土地方面 其实是可以 面粉 其实因为它仍然 这么低位 其实可以持有 那你说 至于买一些 住宅房 一些 住宅房 我觉得看地方 如果是 叫做 金边 金边之中 都要看最核心的 我觉得 一间半间也无房 OK 但是 如果边皮 都还要时间 对 因为柬埔寨 其实是一个 新兴发展国家 因为帮超超手 都做了一些 项目的调演 看到你也有做功课 对 罗沙 不是只是 大湾区 也有做功课 是啊 整个东南亚 其实我们都 很熟 我们见到解无债 对出就是 马来西亚 也在说 隔壁就是泰国 大家都相对来说 我们香港人 又要宏观 又要世界观 是吧 所以来说 我们见到一带一路 当然 我们做前期规划 带发展商去买地 买成的 就是我们八卦 我见早几年 你都去很多东南亚 你猜一下 东南亚周围 所以来说 我们见到 其实来说 我们见到东南亚 其实有两类的国家 第一类国家 是什么类国家 就是亲中国政府的 一类就是我们叫做 就是亲这个 是西方阵营的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会考虑一样东西 虽然我们投资 不考虑任何的背景 或任何的东西 总之哪里高 回报就走哪里 但如果在投资的角度来说 我们中短期里面 我们当然要 揭除一些政治风险 如果能够 拿到政治的红利 就更加好了 是吧 適逢其会 一带一路 倡议到的话 所以我就 在机缘之下 就懂得超超 超超又是做一带一路 很成功的 我们见到 我们现在走 我们见到 一带一路 其实大家看到 其实这个是一带 一带就是说是海路的一带 而一带的话 见到红色那条线 以前就是新加坡这个位置 这边就是马六甲海峡 所以来说 旧的船运 就是走马六甲出去的 为什么柬埔寨 我说 对政治 或者对大形势 会敏感一点点 我先前瞻性 而中国来说 为什么会是 柬埔寨 其实苏哈老黑 亲王 和现在就算洪森 一直都跟中国一个很联系 中国非常友好 传统也是一个很友邦关系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说的南中国海 一个重要的战略策略 而它一带一路 其实是 为什么呢 外面也很多 中国城 或者租了很大的地方 在沿海地方 令治兴建了 就是度假 或者是战略部署 日后的航道一带 能够疏通了 通过泰国这边 去这个印度洋 那边 缩短了很大的路程 而路方面 也是路桥基建 做范亚铁路 也是由泰国 接通了柬埔寨 日后柬埔寨 我相信 就不断会有新的资金 人流物流 会涌去柬埔寨 那现在最大的 环球基金 很多基金 已经落户了柬埔寨 绝对是 大家刚才所说 留意金边 和西哈鲁克港的发展 其实中国的资金 其实都在金边 帮西港那里 一个主要的 中国城 主要的一个道路 一个叫四号公路 就是金边去西港的必经之路 其实在五年后都会通车 到时也是更加有助西港的发展 金边是哪个位置 小小你可否有地图 指指 你这个地图 很明显 这个位置 是哦 金边是那个位置 其实都是很方便的 过去都是两个半钟头 当然现在疫情之下 都是暂时没有直行 但我们相信 疫情总会过去 应该很快又可以 和大家一起过去 考察一下 OK 为什么呢? 柬埔寨来说 其实最可贵的地方 都是金融 和政治的稳定 也是因为有中国的铺牌 或者是中国的 不断有个喉盾 柬埔寨的发展 都会相当之乐观 其实最主要 还有两点 除了刚才我所说 一个自由 没有外汇管制 还有政治因素的稳定 其实我们都是非常之 是考虑的一点 绝对是 无论我们是过去做贸易 或者做房产 其实那些政治因素 因为洪森 都是较为强韧政府 对 当然你说 是否民主制度 这个又另当别论 但如果是一个强韧的管治 而手腕之下 我们看到 其实未来政治继续稳定 正如我刚才所说 80年代 70年代 到现在 基本上都很稳定 甚至 政局比泰国更加稳定 而且最主要 刚才罗先生 你提到人口 人口现在是浸多 人口是1,600,000人口 但我们看到 有个红利 他人口平均税数 是26岁 26岁你在做什么 罗先生 可能刚刚做完 26岁就是在奋斗 没错 20多岁 刚刚是大学毕业 做完一两年 可能是准备结婚 存钱买房 所以见到 因为他的平均年龄 都是26、27岁 所以他们是非常有购买力 例如追手机 追一些汽车 追一些名牌 所以导致他那个 就算内需 都是非常强 所以我都是看好的 OK 我看到 其实这个彩虹 应该是说 我们说 他要核心核心 大湾区核心 是吧 简毛债来说 未来应该是 大概5年之后 我们相信 除了中国资金 人财物流 都落到简毛债 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为什么呢 他人口是很年轻 很年轻 另外来说 我们旁边好像有个越南 越南很多时候 现在都有很多朋友 推介越南 但我们有一样东西 就是什么呢 越南的政治 不是那么稳定 有很多时候 会对中国 有些叫做 政策上的倾斜 有些厂家的越南 虽然说 这分钟赚了钱 下分钟 可能 越南有些叫做 民粹 和中国的朋友 不是那么好 的话 产生一些政治因素 投资环境 最主要是 外汇管制 都是比较严厌 这方面 我也有点保留 OK 我今天预计了几张照片 超超难给你 这个是我手机拍的 大家看到 这个是金边 现在的情况 大家看到 是不是很似曾相识 有点像我们中国20年前 这里看到 这个就是金边 其实我在这个酒店拍下去 这个就是一个市场 这个就是一个市场 大家看到 其实都是很多矮流 正正好像20年前 在中国 其实这些都会慢慢拆迁 你看到高楼都一栋栋 沿着河边是建的 这些楼都是 一般来说 内陆城市 我们下一张图 大家可能看到这幅图 可能很多未去过柬埔寨的朋友 原来柬埔寨是这样的 一想柬埔寨 就想在那些沽宜 或者垃圾堆 其实现在已经没有了 很先进 现在很先进 这个就是安达中心 一个甲级的写字楼 周边的发展 OK 这个传统就是去那里的的士 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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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第二部分 就是讲 为什么来说 我们讲 环球资金涌现 环球资金涌现 刚才刚刚和朋友都聊天 也有很多的 我们叫做退休人士 60岁之后就退休了 我们先回直播 是吧 60岁之后 退休之后 他就会将很多时会做投资 所以我又觉得 其实来说 我们人生一生的积蓄 其实都是在 银子的公祭市里面 后面这篇图 你见到 如果拿现金的话 随着时间的流失 其实资产在上升 现金就向下走 有时来说 投资了一些叫做 不合方向的话 就会将不生的支出 就会毁于一旦 那又是这样说 我们又是这样说 阿超超 几岁出来做一般的人 一般人几岁出来做事 通常都是二十多岁 刚才你说的 那奋斗四十年之后 六十岁退休了 是 看人敢看 是吧 你知道人生里面多精彩 人生里面 现在一般来说 是几岁左右 我们这样估计 一般香港人来说 很敏感 是吧 不是 我是人生 人生 就是你的问题是什么 人生里面的年龄 去到现在这么高科技 这样 现在通常来说 其实都超过一百岁的了 一百二十岁 一百二十岁 现在很健康 所以现在 长命是好的 但如果不够钱 是一个很痛苦 刚刚进来之前 就碰到一个朋友 就说说 原来那些教师 有时他们很多时候 就是说 因为可能他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看一些财经节目 很多时候他们说 都是一份稳定的收入 但是如果投资错误 搞到退休 真人真事的说 搞到 本身六十岁是退休的 还要做多几年 就是因为买错东西 都很严重的 是啊 因为为什么呢 每一个人都是每一个人的专范 你做教书 就是做教书的专范 是 做公务员就是公务员的专范 是 而我们这样说 投资来说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是一些叫做 前辈 我们在学业界里面 相识到很多的前辈 在他们身上学了东西 那有些前辈说 哇 我们人生里面 我见到前辈都六十几七十岁 那他就已经很早出来打滚 十几岁出来打滚 打滚了四五十年 那他有十几亿的身家 跟我说一下 喂不行啊 现在我们用这么传统的方式 去筹资房地产的话 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房地产领域 我们通常来说 坐一些地产铺 或者去一些大行里坐 有些什么筍盘 街头街尾自己要去看 那样全部是用自己的经验去累积的 那后来其实来说 他都变了一个专业人士 为什么呢 因为他每日都找专业人士帮他手 去律师楼 去地产公司 全部都专业人士 那他坐下坐下坐了四十年 那他累积了 那他经验回来 自己变成专家了 那很难得 但是每一个人的专范社 社会里面的分工 令至到呢 其实呢 我们有这样说 其实是 专业人士是做专业的东西 那很多时呢 去到另一个界别 去到投资了 去到退休了 面对了 那怎么去解决这个 投资呢 就他们刚刚都是一个叫初歌 有人说呢 就说 你说退休之后 投资是要进取 还是要保本 我想通常的人都觉得保本 因为一生的积蓄很辛苦找回来 所以他们好像早前流行买那些银法债券 那你是怎么看呢 罗先生 我就用另一个思维去看 那人生里面最精彩的时间来说 是在我们工作能力最爆发 最爆发的时间 就是二十至六十岁 六十岁 人生里面四十年的精彩就在那里 发挥你的专长 读书这么多年 回出来做完大学 都在专业发展 那最高的现金流 是不是在年轻的产生 应该是 是不是 那就是最强的收入 而那个投资来说 其实在你的板块里面 其实是一个次要 我来说是兼职 但是一去到退休的时候 你的主要的正收入 其实是没有了 跟着怎样呢 跟着我们 疫情之下 超超我们会做些什么呢 你看后面的图 是不是 行山 个个是去行山 原来个个人都很精彩 要精彩之后 其实人生里面越行山 其实你会再走多久的路程 是狠狠的走多40至50年 因为精彩人生可以120岁 过来这么开心 因为很多时候 以前我们觉得 那些人应该七八十岁 应该要退下来 或者是在家里照孙 但是现在很多 一些报告 和很多公司都说 其实人的基因 是可以去到120岁 如果我们保持得好 其实60 不要这么贪心 100都很开心 60岁我们叫做年轻 那我们年轻人 我们是青年人 60岁的年轻人 其实我们去回这个观念看 你的现金流会突然去到你的退休 其实已经开始是停了 而你面对一个后续那么大的时间的话 你怎么去产生更加多的现金流 就是说唯一的好处就是你一块钱 那块钱如果你放在银行 或者放在不懂理财的话 我相信很快就会消失了 那可能十年八轿你是没有了一半的购买力 放在银行就算了吧 现在放在银行就算了吧 输了 那买些资料那些东西 那资料我又跟你说了 为什么资料呢 其实有些人是错误的 其实我刚才讲的问题就是 退休之下 那个投资策略一定要更加精明 而且更加要 即更加要进取一点 更加要复息增长 为什么呢 你没有了壮年的专业收入 其实你得到收息的话 是你捱不到这么多年的消费的 我们打算现在 我们的人生来讲 其实很轻松 或者都是叫做很活跃 一般六十岁的时候 你见到 活力 刚刚马会说 这个什么运动 全民运动 那个七十岁的人都在握游艇 是吧 握着帆船 玩着运动 其实很轻松 真的会百一二岁的 我们身边的老人家都一百岁 就是以你的建议呢 其实退休之后更加要进取 更加要精明投资 精明投资 不是进取 是精明投资 那我们怎么说呢 我们看到来说 其实呢 我们身边呢 除了我们之前呢 我们爱邦 刚才有说爱邦 爱邦是两厘而已 那如果两厘的话呢 如果我们买爱邦 的话 只是一年收回两万元 一百万叫两万元 但是你又看回 其实我们环球经济 刚才经常说的经济 环球经济 不是你独处一身的 是环球里面的 那如果 在一个最大的银行体系 或者金融体系 是美元 美元是一个最大的主体经济 那你看看任志刚 因为我们说的是 未来的美元 是会贬值35% 你港元和美元 是挂钩的 7.8%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如果你的港元呢 你买了爱邦 是不是港元和你结算 是啊 那就是说你赚两元 就是追不到 赚两元 你跌35% 你就是说你会输了 32% 33% 是吧 那所以来说呢 我们最近呢 有一些叫做银发债券 其实我又觉得 其实香港政府 为什么呢 忽略了这些东西 其实很多老人家 就是引以为赖 就是一个叫做政府 给些东西出来 当然是好 那你如果我说的 超超 你这些银子100万 如果你很短时间里面 会贬值35% 那你给你一粒糖 我经常说 退休人士 是不是应该 为了个银债 赚过3.5厘而去 买个爱邦呢 或者是个老年银发基金呢 其实不是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有货币 那个贬值的风险的话 那一定要做一些叫做 对冲 就算将个港币 好像沈大师之前都说了 就说 拿港币 够买云吞麵就够了 够买云吞麵 够买云吞麵就够了 你不要拿那么多 为什么呢 我们看回呢 其实我们身边 大湾区或者我们中国 其实人民币一直在升 是连续三年的高位 去到年尾 下年的时候 人民币会去到0.8 那如果0.8 的话 其实都是说 0.84 85的话 那我们在一年前的高位 是0.9 其实只是说 转仓人民币 已经赚了10% 是吧 那你在这里 银发债券 给你三年 锁三年 都是说一百万 给你九万 十万元 那你已经输足 输足好金了 哇 罗先生你这么说 很多人当头的鸵鶴 都真的很伤心 听到你这么说 是吧 因为你是没有 因为你没有主要的收入 其实某个程度 其实我们面对 这些叫做 金融的体制 其实我们没有那么专业去看 这件事 不过我们留意到资金流 和整体经济来说 所以我们会做多些 这样的功夫 那你觉得 如果对一些专业人士 或者是就来退休 或者已经退休 那你觉得 有什么建议呢 可以留意什么呢 我们在每一个板块 就是香港最高板块 其实在环球最高板块 最重要是高增长 高增长又要稳健 又要保本 很难的 能够又要保本 又要高增长 为什么高增长是追回你主体 主职的时候 专业人士的收入 补 补充 以钱赚钱 因为为什么呢 你有基础 第一 你有退休的钱 那你做机构性投资者 我一个年轻人出来 做事20岁 我想投资 都没有钱 自己都没有钱开饭 但是现在你退休人士 就一定会面对 其实有一个主控权 有这个能力 争取你去看 一些叫做优质的资产 而香港来说 其实每一个板块 我们看到的 其实都是 明天我们跟你分享 香港板块 现在我们看到来说 其实我们首先来说 要拍什么呢 要拍了现金流先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要赚了什么呢 要赚了一个 不要给它贬值 首先就是 港元转仓人民币 转仓人民币之下 你怎么去将 人民币再资产升值 怎么去复式增长 你意思真的不要传这么多港元 绝对是 因为为什么港元是 你现在你说脱欧 有谁说 是港元和美元脱欧 其实没有人敢说 索罗斯去冲击香港 其实这么多年的金融危机 其实都是看准你 什么时候脱欧 就在冲击你的时候 其实港元是很被动的 明白 反而我们自己的钱 就可以自己去运用 所以来说 首先来说 是转仓了人民币 另外来说 我又这么说 人民币的时候 在哪里用的 在国内的 当然放在国内的利息 会高一点 因为香港来说 我见到很多的 伯伯在理财户口 说 我有130万港元人民币 最高利息 都1.3厘 是不是 那你存在国内 就其实做到 大概是3-5厘 就是存在国内的 人民币 3-5厘 再加上人民币的资产的升值 人民币本身是回路上升的 是 美元一直走下去的时候 那我们人民币就会 相对上升 那么 第一 先赚利息 赚人民币的升值 最好就是买一些 优质的资产 那如果你说 喂不是哦 你会很痛的 为什么呢 如果资金拍了人民币 在国内的话 原来隔壁的楼 是10倍的升 10年升10倍 深圳也是这么说 那么 发觉来说 又是一个痛点 为什么那些钱 借了给别人去炒 买物业 那怎么才能够做到最高增长呢 其实就是这么说 我们建议到 其实为什么投资 一定要看清楚 和了解多些 所以我们就茶余饭后 就开了这个 这个最精明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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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啦 那我们可以是 就是说 带出一些叫做问题 让大家可以思考 那如果你说 真的去投资哪里 那我们下午有新东海 那就可以跟大家去私聊了 因为这个太过私人的东西 因为这个太过私人的东西 因为刚才你所说 就是说 很多时候在我们一些 专业人士 就太过focus 在自己的领域 那可能就会错失了一些 精准的投资机会 因为其实投资都基于认识 基于知识 那很多时候 我们就说 始终都是各人 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那里 如果是没有一个明灯指引 就像你说错失了 好像我们都错失了十年前 买深圳楼 现在拿着几搭深圳楼 就什么都不行了 五年前如果香港买 香港车位都发了 我看你都发白的 那个样子都是用光满面 你就是五年前 增持了香港车位 是的 那机会 其实来说 我们机会 其实是不会 我们人生里面 可以投资的机会 其实我们数一下手指 可以有能力去投资 起码都四十岁 那你距离 退休年龄得两个十年 跟着日后那五个十年 就退休后 拿了些钱 其实来说 一个很精准的投资 和一个机会 是人生不会有多少次出现的 那我们经常说 要捉住那个彩虹 那彩虹在香港 就捉住香港的彩虹 那彩虹在大陆 或者是在大湾区 就捉住大湾区的彩虹 那彩虹在柬埔寨 又要捉住柬埔寨的彩虹 罗先生 我知道你就是 香港的地产界 亦都是一个资深的投资者 亦都是资深的地产业园 不是这么说 没有不说 那现在香港的楼市 可不可以和他们 透露少少怎么看呢 还有没有机会呢 因为今天 就已经差不多 时间又到了 那明天 留完明天 明天 明天就是说 香港的不同板块 工商铺 车位 农地 加上住宅 我自己个人 有牌定彩 有牌地产 这个是有牌地产 刚才说的金融 那些是无牌地产 所以来说 那明天就去阔跌 明天就和大家分享 那我们就 如果是个别说 想说是 一些投资 其他东西 那我们觉得 是要赚 要一个叫做 福息增长 赚本 赚息 又要稳健 那大家 我们私底下 联络我们 因为我们下午都在新东海 大家都可以 或者电话联络都可以 新东海哪里 新东海商业中心1楼109A 当然是 是吧 直接可以制定我们 多谢大家 今天时间就差不多 好 多谢大家 今天继续1点半 大湾区最精明的 置业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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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多谢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就可以点赞 分享 订阅 和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最新的资讯 或者最新的片 都可以通知大家